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她记忆当中的美食 小时候吃过的美食里面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菜呢 是这个酱瓜炒肉丝 那个时候生活不是特别的富裕 有一点酱瓜在家里头 跟这个配跟那个配 是特别特别甜美的 虽然现在生活好了 我们还是可以来回味一下 这种童年的味道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请金强大师 还有戴海群先生 来跟我们分享这道美食 有请两位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东方君悦大酒店中餐总厨 金强师傅和美食家戴海群先生 金师傅好 你好 戴先生好 戴先生好 今天的这个酱瓜 酱瓜好多人都爱吃 对啊 今天是拿的配谁呢 今天是酱瓜肉丝炒面 酱瓜 我刚才说有人特别爱吃酱瓜炒肉丝 现在是酱瓜炒肉丝 还跟炒面 对对对 就是一点放心 对对对 就是主食也有了 菜也有了 对今天的主要这个主料就是面条了 酱瓜 猪肉 然后呢这个这个 这个 炸菜 豆芽菜 咱们两头一炸了叫炸菜 炸菜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酱瓜刚刚您说了啊 很好买 猪里鸡肉也成了 对对对对 面条有什么特别的吗 因为炒面 会不会对面条有一些特殊的样子 我们就在这个外边买的那个面条 普通切面就快点 没问题 如果你讲就可以在家里手擀面 你闲着没事干 可以擀一个 是是但是那个这个 这个麻烦的 还有就比如说我家里有时候存的有挂面 是不是就不适合做炒面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要最好还是新鲜的切面好一点 对对对对 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挂面它干过之后 你就把它弄 再煮熟了之后 它这个肉 你煮的太熟了吧 就断了 断了啊 你要带点生头呢 它味儿进不去 哦 所以再去做炒面的时候 所以对对 你吃伊加利菜 那伊加伊粉不是有名吗 它专门会有的标明 自制新鲜伊粉 嗯 这就容易入味儿 你点这个肯定它有味儿 明白了 还是买新鲜切面 别偷懒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咱们到春天 咱们吃这个春酒 春酒很香很香 然后葱姜蒜 今天金师傅带来的这个 应该叫煮食跟副食合一的一样菜品 没错 那所以味道重点 我觉得也没什么的 营养均衡 嗯 您看这道用料讲究的酱菜炒面 面条色泽金黄 根根分明 浓浓的麦香当中 混合着酱菜的咸香 煮食和配菜一锅完成的做法 更是简单实用啊 那您还等什么呢 马上就和金强师傅 来学习这道菜的做法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主料有手工面 配料有酱黄罐 礼籍 调料有香油老抽等 那么我们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切肉丝 好的 像这种软绕呢 我们一般的都是下抽片 你看它从底下片 它横着片 但是从下边 对下边开始切 这个好处是 因为板是平的嘛 对 能找到水平 对 因为你要从上抽片就会 就会有 因为它软肉 它刚才说软肉 不是冻肉 对 就会有手印了 对 我们切肉丝 其实有一点肉丝就行 如果光用酱瓜那也不行 它太 炸了 太素眼 也不行是不是 对 太素眼 我们现在肉丝切完了以后呢 加点盐 一点点 然后呢 加点淀粉 马味上浆 对 这样的话呢 这肉丝呢 口感比较细腻 比较嫩 尽管这配菜里面 需要的肉丝用量不大 但是金师傅带来的窍门可不少 首先把新鲜的里脊 用下厨片的方式做成薄片切除肉丝 解决了很多朋友觉得软肉不好切的难题呀 然后再将少许的水和淀粉混合 使肉丝的口感变得更加软嫩 这两个简单的小窍门 您都记住了吗 肉丝腌好了以后呢 我们来一点点油 一点点 让它不粘 对 让它这肉丝和肉丝之间起一个分离作用 然后呢 我们做的时候呢 它不粘在一起 好嘞 我们肉丝就腌好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切酱瓜 好嘞 酱瓜来了 其实酱瓜也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多 对 我们把它 我们一小根就行 对 切成小粒 就是因为它太咸了 就得切的碎一点 其实你看它别的都是丝 对 就这个因为它是咸菜 对 你弄一口咸菜 没事 要切碎 要切碎 没错 嗯 好 然后呢 我们韭菜 也是一点 一点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再做也要能出六份 是啊 我们切点姜末 我们切点姜末 姜也是切末 对对对对 其实每当说到要做一个什么炒面啊炒什么米粉啊我都觉得好像是一件挺艰难的事了我觉得它会在锅里才弹达不清或者粘锅 其实得分别来炒 对对那是当然了 对您说的太多了 别得分是跟谁学过了也可能就会炒了是吧 葱呢我们也是切这个葱花就行了 对 金师傅切葱花的方法实在巧妙啊 首先用刀切开葱尾然后再横向将葱尾切碎 用这样的方法切葱花不仅大小统一而且省时省力真是一举良得呀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和金强师傅学习酱菜炒面的做法吧 弄点这个蒜末 葱姜蒜都准备这种小粒的 对对对 省得你一口就吃到很多这个葱啊姜啊或者蒜啊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北方吃饭吧 对对对 葷素搭配 对 然后操作起来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这样的菜啊其实好多人都愿意去 或者说这样的这个食品啊 多人愿意去就做 对对 为什么呢 他真的做这一次就连半袋菜都有 没错没错没错 好我们今晚上料都准备好了 做上水 好的 把水做开 煮面 煮面 呃面条到最后制成之前咱们一共几个步骤 呃煮 煮完以后过凉水 过完凉水以后呢 我们这个加点香油给它拌一下 这个是为了要 因为我们一会还要在锅里煎这个面条 如果您要不拌那个又没有油给它隔离开呢 每个人喝面条之前它就会粘连 明白了 所以呢你炒完以后就像黏乎乎的那种就 就像大家一样不少回 了解了 对对对 你担心的问题它是用拌香油来解决 煮过凉水 拌香油 这不很重要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是煎 煎 最后是加菜 对你煎那个面条呢 一个是我们把面条里边的水分呢 给它相应的去煎出去 另外一个呢可以让 它既然水分少了以后 我们一会炒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调料 我们这个菜汁就会充分的被它吸收 所以它就是入味 明白了 另外以后你煎完那面条以后呢 它也很香 对吧 对 焦香味 对就会有一种 您说是不是叫锅气的那种香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水开了啊 水开了 煮面条 赶紧水 赶紧煮 好我们现在把面条放进去 好嘞 哎呀今天有没有人过生日啊 不许您的生日吧 不过生日 那是不是也不过生日吧 不过生日 但是肯定看电视里面有人过生日 您能赶紧做这么一个面吧 对对对 酱菜炒面 这个面呢 不能全煮熟了 对我们要煮它五成熟 我们就得捞出来 怎么能看着 对呀 像这种面呢 比如咱们在市场买的面呢 您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就是 四开飞开的时候就要捞了 因为冷水准备好了 对对对 四开飞开 我们只能在镜头里 大家体会一下 四开飞开 哎现在已经水开始孤独了 对对对 这算四开飞开吗 还要再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如果您要在家里边 自己和面的话 自己擀的 自己擀的话 做这个炒面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面里边 放一个鸡蛋 好我们现在这个 关火我们可以烙面了 对对对对 口感更好 对对对 我们把面呢 放在冷水里面 对对对对 广东人家过冷和 过冷和 然后我们可以放点香油 不要太多 太多了这个香油的味道 太坏 对对对 三小勺 然后把它拌一下 拌一下呢 等它这个 没有热气了 基本上凉了 我们再去 煎 对对对 先亮一会儿 好的 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这个 别的原料 变炒一下 对 我们一般在家里 做的时候呢 比如你要是 用不粘锅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火打开 等锅热了的时候 就可以煎面了 但如果是铁锅 如果是铁锅 或者其他的什么锅 您一定要把锅烧热了 热锅冷油 热锅冷油 下面 这个时候呢 它不会 发锅 发锅 您的意思是 如果用的是不粘锅 就不一定要把锅烧那么热 对对对 明白了 如果是铁锅 一定要把它烧热了 用铁锅的朋友们 加点油 要点 对对对 但是这样油也得烧热 烧热也不能下锅 对对对 它这个菜难在哪 它因为煎啊 油量不能透太大 那就变成炸了 要多了 对呀 所以又要不扒锅 其实这里有点小矛盾 是 然后呢 我们煎的同时会多少 淋一点油 然后我们最后把油要逼出去 哦 最后不能汪着油啊 对 现在我们这面可以 它已经凉透了 我们可以放进去 因为传统的炒面 是没有煎这个程序的 只有上海两面黄是煎的 但那又不算炒面 对呀 所以它这个做法也是一个 有点放心的方法 它们很零碎 对 融合在一起 但是它改的很巧妙 就是一些细节上微调 嗯 因为因为有的咱们北方 有的焖面什么的 都是生面 对呀 它不会去煎 但是呢 你不煎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煎过的面 它很香 还是很香的 而且脆 外皮 对对对 还容易入味 对对对 因为它有一个煎的程序 表面其实形成了很多微孔 消出味 今天这个面 与其说它最后是叫炒面 不如说它更重要的一个成型 其实是煎 是煎的步骤 说实在的 刚才金叔把这个面 下到那个油领的时候 静悄悄的那个感觉 就觉得 我们 稍微的再来点油 再来点油 对对对 不然待会翻个不好翻 嗯 说翻勺的话 就是说这个底面 其实应该是一个 已经相对固定成型 是的 对 是的 就跟炭鸡蛋那样一样 是的 对 这很难 那是很难的 而且它是面条 它炭鸡蛋都好办了 那真的 那真的是 就是在 在毫里之间 那个火候就可能会过严 要么就是弄不住 要么就可能就 要么就翻不过来 一定要让它略微的焦黄 嗯 可是它底面的这焦黄 能闻住焦味的呀 因为声音也不一样 我会感觉到 你知道吗 因为我涮锅的时候 它会有声音 你知道吗 它的声音和它的 就是在这锅里面的 速度越快 它就是底下的 它基本差不多 我们不说话 然后咱您再晃晃这锅 听听那声音 它的摩擦的声音 还不是那么大 听得出水声 对 还不够清 哎呀 太阳光了 差不多了 对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把油逼出去 因为一会儿你翻 油多的容易溅到自己身上 对对对对 油还挺多的嘞 其实翻锅呢不难 您看啊 咱家比如用铲子 把它稍微的 拖住 挂点边 对吗 然后 我还是觉得很吃惊 对吗 您就挂点边 然后翻的时候铲 就过来了 你这闪子 这手还帮忙呢 对 我觉得这动作 我现在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面可挺好吃的 关键就是这一面的面 已经成了一个 看着很好看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看着很好吃了 这个确实是什么 我们这面我们再加点油 所以翻的那一下 固然是需要技术的 但是能够判断什么时候 该翻是更重要的 对对对 这就是 就不然就慢了 没错 说您翻过来了这边 颜色还浅着呢 您还得翻回去 您翻过这边糊了 这边就扔了 是不是 水都要加水 对对对 真的很简单 你看就是你把铲子 插进一半 把这种一翻就能翻 但是翻的时候 你这个勺子 你要帮忙 就让它 剥一下 对对对 我们现在的面子煎好了 我们现在先 把油避掉 倒出来避油 倒出来避油 这好玩 看整头面 就看成一个面饼的感觉 搞得跟雀巢似的 对 好我们现在 来一点点油 就煎着油锅就行 该炒一些料了 对 我们炒肉丝 就连锅炒就行了 我们把肉丝放进去 连锅 连锅就是不放锅 连锅炒 好 好 我们 葱姜蒜 酱 酱 煎炒 像这样的有酱菜在里面 看 这应该加太多的 是 是的 它就肉酥里 它瓦碗放一点 就 这个过程一定要煸香的 一定要煸香的 让葱姜蒜 还有酱瓜 充分的味道 让它充分释放出来 对对对 要是我妈的肉酥在里 看点肥肉酥 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这时候来点料酒 对对对 然后来点酱油 放点灿 放点灿 是吧 对 咱们北方人还是使用吃这个 颜色 对对对 然后我们放点豆芽菜 好 这时候我们把面放进去 面 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要淋一点水 嗯 可是这个面餐酥已经有点结冰 像谱状的了 让它把它打散了 对对 要打散要打散 因为它一会儿吸汁以后 就会散了 哦 对了 下面的豆芽什么都在汁 对对对对 不用加这个其他的味道 然后我们稍微来一点鸡粉 就行了 嗯 是因为煎过了吗 所以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不担心面会挖锅了吧 对对对对 哇 人太干力 对 就成熟而言是早就熟了 是 您现在就是在 面肯定是熟的 对面是熟的 就让它把味道均匀 调到最家畅上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可以把韭菜 出锅前把韭菜放进去 好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韭菜你不能这个 这个 下得太早 下得太早以后 韭菜烂了以后 就就 味道就变了 好嘞 好了 我现在可以出锅了 嗯 这一勺出了香气就出来了跟着 对 其实就是很家常的一道菜 是 一道一个主食 一个主食 对一个主食 对对对对 原菜带肉都有了 这道风味十足的酱菜炒面 您学会了吗 抓紧时间咱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 把里脊切成肉丝 用水和淀粉拌匀备用 酱瓜切丁 韭菜切段 将面条下锅 当锅中面汤四开飞开时 捞出面条 撒入少许的香油拌匀 晾凉备用 第二锅中下少许的底油 将面条下锅 煎制成两面金黄色之后取出 控干油 第三锅中放少许的油 将肉丝炒至变色 下入葱姜蒜 酱瓜炒香 放入少许的料酒 老抽调色提味 接着把煎好的面饼下入锅中 加少许的水 再撒入韭菜炒匀即可出锅 其实我也特别爱吃酱瓜 火候也合适 是吧 你看它折腾半天 它不糟 刚才不是煎成了那个 像面饼一样的感觉 那感觉上吃起来应该硬了吧 但是入口也不是 还挺软 对 也不是那种硬的感觉 火候分寸打点才能合适 而且味道 就是您后来在锅里 不停地把这个面翻炒来翻炒去 确实味道就特别特别入味 它很入味 对呀 要不然我觉得炒面 是不是这是特别大 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因为面条这东西 它本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吸味的 没错 就是你煎完以后它就会吸味了 嗯 真的 谁过生日 今天真的可以试一下 咱们北方人家里边 基本上你 它比较吃的比较舒服 对呀 比如你炒个面 然后呢这个也挺好 然后再熬点什么油味 弄一碗汤也行 再煮一碗汤面 就完了 再来一碗凉面 过生日嘛 就全面洗 全面洗 谢谢老圆 謝謝導演